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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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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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这个客户 我的客户原来他们自己买的 然后这个我一看就是假的火山岩 颜色比较通 而且重量非常沉 火山岩是重量非常轻的一种物 以后再次走 走啦 好 小妹 準備買魚去了 走了 久har 飯 郵寺 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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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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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鱼缸里的水温是26度 差了6度 但是我也不准备给它泡饱了 直接就把鱼倒里 这个操作手法是肯定存在很大的 但是现在太晚了 现在已经半夜12点了 所以我就不泡饱了 直接把鱼放里边 这么做肯定是一个错误的操作 但是没办法 然后一般金鲤鱼呢 从这种低水温吧 投入到这种高水温呢 对它的伤害能差一点 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说这个大的水啊 热 然后鱼缸的水凉的话 我是不敢这么操作的 那必须也泡泡 这个水温来了 然后我一会儿决定先将一部分金鲤鱼挪到茶楼 然后我们一会儿茶楼见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茶楼了 然后这个鱼已经泡包 在池当中泡包20分钟了 一会儿再泡一会儿就把鱼倒出来 中间的包包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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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鱼都放里边了 然后明天再过来观察观察什么状态吧 现在目前丑还是状态可以 哎呀明天待会再过来看看 ini比较来治疗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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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里也有那个氧气瓶 没有,我上市场上拿那个空袋,然后把袋打了一下 今天来到茶楼,这些鱼都比较紧张,都是聚在一起了 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反应 以前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这个观赏鱼入到鱼缸当中 它会像今天这个池当中的状态一样,就是会聚蹲,会非常害怕 可能你去投喂鱼时,它们也不会上台去吃下去 然后有一些朋友也会在这个问题上感觉到有一些困扰 那么我就拿这个池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通常鱼非常紧张,进到鱼缸当中,这种扎堆了,不爱油在底下趴的这种状态 一般都是由于你的这个鱼缸当中的某些环境 让鱼产生了恐惧感,就是让它产生了这种紧张的这种感觉 鱼呢一般都会就是成群的聚在这个鱼尺的下半部分 那么通常造成这种紧张的原因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是鱼的数量比较少,而你的鱼缸体积比较大 这是第一点,这点呢就是说是经常发生造成鱼紧张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很多新手朋友呢在买鱼的时候可能经验不是很多 然后呢他也担心放很多鱼呢鱼生病,所以呢你买的鱼非常的少 这种情况呢,而你的鱼缸比较大,这个说白了是比较空 这个鱼到这个环境当中感觉呢就是比较危险 这是一个主要原因,他就会害怕,鱼的数量比较少 就像现在这个池是,这个池是十八立方 然后呢鱼十多条这个三四公分的金里 他们就会感觉空间特别的,让他们产生恐惧感 而且这个水非常透明度,非常高 这样对于来说,它有一种不安全感在里边 就是第二个因素就是你的环境光线比较亮 鱼也会造成这种恐慌 那么对于环境光线的亮或暗 这是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概念 如果说你的鱼的数量不是说非常少 那么鱼还恐慌,那么就是只要鱼感到恐慌了 那么十八九是你的环境光线就是过亮造成的 这个东西不是说你感觉它不亮,就是不亮 不能用你的感觉,而是通过鱼的反应 鱼只要紧张,那说明你的环境光线还是过亮 那么我们就需要把环境光线降暗 那么通常呢,一个是你,比如说你的鱼缸放在这个窗户附近的话 你需要拉一些阵帘 或者是呢,为什么有很多卖鱼的人喜欢往水中放黄粉呢 放黄粉其实一方面呢,是能治疗一些轻微的细菌感染方面的毛病 还有一点就是,放完黄粉之后呢,水会变暗,变黄了 它不像原来这么透明了,降低鱼的紧张情绪,稳定 这些鱼,这是第二个作用 放黄粉呢,不是单纯的就是说给鱼治病 很多人理解黄粉的作用就是给人治病 但其实不是这样 我认为黄粉最重要的作用是,把光的强度降下来了 让鱼感觉没有那么紧张 或者是有一些更好一些可以放一些黑水 黑水呢就是把,像那个茶叶汤子你倒到水了以后呢 水变成茶叶色了 第二呢就是说,鱼呢,为什么说这倒完黑水的这个鱼 发射了各方面都要比这种,就是透明钢的鱼要好很多呢 就是因为鱼情绪稳定了 这个呢也是,比方说,为什么说水质清泽污鱼呢 不是说单纯从水质方面来讲,对鱼的影响 而是说这鱼它本能呢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这种技能 这个环境如果过量的话,特别容易暴露自己 对吧,它鱼也有很多天敌 你这个环境特别量,它在中间游的话 特别容易成为被朴实的对象 因此呢,鱼都喜欢环境略为暗一些的这种鱼缸环境 所以呢,当你的鱼出现大堆,紧张的这种行为的话 那么你最首先考虑的两点就是 是不是鱼缸过于孔,鱼的数量过于少 第二呢,就是你要考虑你鱼缸放置的位置 以及你鱼缸内部的灯光是否过强 这是两个经常造成鱼紧张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其次呢,就是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你的水质是有问题的 比方说你在里边的暗淡了,或者是亚硝砖炎 这些含量超标,或者是鱼生病了 也会造成鱼的这种紧张的情绪 那么我们呢,就是尽量在这几方面去找原因 现在呢,由于拿过来的鱼数量比较少 所以呢,现在如果说就给鱼投放鱼屎的话 它们不一定会上来吃 等过两天呢,把另外一部分鱼都捞过来以后呢 我再给大家演示如何对于进行鱼耳 你现在就扔点玉石到里边去 你现在扔是吧,我扔多少啊 就扔一下玩去 这里边你能不装高猫分架了吗 行,扔吧,你就扔水了,扔吧 拍拍手,对,拍拍手 没事,你就一直拍拍拍 对对 我拍手,他会来吗 然后他们不会来,然后你现在离远点就行了 离远点就行了 你就让它指,知道这个天天消息 就是你每回喂鱼丝之前 你把鱼丝扔了以后你就拍拍手,你离远点 它就能过来 对,它就能过来 然后它就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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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喂两遍就行了 一遍一遍老两遍 你再喂一点点 你再扔完再拍拍手 够不够拍手 行行行行 对,你站得离远点 他认识你 他不是认识你,他认识这个声音 对 对,就是你每回喂鱼丝那里都拍手 然后他把拍手这个事跟鱼丝联系到一起了 然后 他形成条件反正了 以后他就不害怕了 你可以再喂一下 再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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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再拍 对 对 现在一会吃饱了 哈哈哈哈 没事 它们一会儿汗能上来 它们只要有一个能上来 就能上来 一个来吃 所有的来吃 所有的 所有的 对 拍一棒没事强一点 不是 行了,一天喂这些就行 一天早上一遍 一遍,晚上一遍,喂这些就行 那我就起小把 请你爪子 哦,对 我说还是一会儿还怕不怎么过来呢 但这个还在特定位置啊 刚刚撒了一点他没吃 现在个水面呢 我感觉水,水便撒在那里 扔你这儿吧 我扔了,飘那边的 马上要飘那边的 你看咯 马上拿个罩 我拿去那里 这位 这儿呢 开着我 是吗 我当时还要换呢 嗯 嗯 狗鸣 真烦了 吃 鸡 鸡 鸡 好,那么刚才呢 我对这个 蜿耳呢 进行了这个操作的手法呢 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调整 那么现在呢 就是已经进入到 那个逊儿的第二个阶段了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 我是嘱咐这些小妹呢 就是在你喂完这个鱼池以后呢 要离这个池远一些 第二呢就是说 鱼刚到一个新环境的时候 你如果犯的这个鱼 离的鱼港和鱼池特别近的话呢 它不敢上来吃鱼池 但是现在呢 通过十多天的调整 这些鱼呢 跟人产生了一定的信赖的关系 但是呢 还是有一种 比较紧张的气氛存在 还是不敢跟人这个互动的特别近 那么呢 从这个阶段呢 我就 我们就要调整那个训尔的 这个操作的这个手法 也就是说呢 像刚才我说一个粒一个粒 就往里扔这个鱼池 然后呢 这个时候你扔完鱼池呢 不要离开这个池或鱼港旁边 你呢需要站在这个地方 让鱼呢 一点点的适应你的存在 这样呢 为下一步呢 你和鱼能够更进一步的接触呢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这个阶段呢 这样呢 会有一个非常非常良好的 这样一个互动的一个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训尔 最终能达到的一个目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